那他事先就放話 說希望中國能夠 取消一些貿易制裁 政治議題上沒有表態 所以習沒有任何回應 所以我認為他是在補課啦 哦 補交答案卷 他不知道他講錯嗎 我不認為 簡單講這個叫做我不會處理 怎麼會突然講這話 對啊 因為他急著什麼 他急著 要中國買他的龍蝦紅酒嗎 解燃眉之急 阿伯尼斯從來沒有講過說要挺台灣 那是Morrison講的 對對對 過去是Morrison講的 是工黨 事實上我覺得阿伯尼斯會這樣說 是因為 他那天跟習近平見了30分鐘 那他事先就放話 說希望中國能夠 取消一些貿易制裁 對 那因為他在政治議題上沒有表態 所以習沒有任何回應 嗯哼哼哼 所以我認為他是在補課啦 哦 補交答案卷 對對有點這個意思啦 那他是不是知道 他不知道他講錯嗎 我不認為 我不相信他程度那麼差 因為APEC台灣用什麼名義 也不是國家啊 對啊 那為什麼能參加 WTO呢 也是 是啊 對 所以他怎麼可能不知道 所以這個是有點硬拗嗎 還是亂講 不就是 簡單講這個叫做我不會處理 哦 ok 那一條 嗯嗯嗯嗯 事實上 已經傳出來了 他們現在在處理英國了 啊對 那CPTPP因為要共視覺嘛 嗯 所以坦白講中國大陸也要卡到 墨西哥那邊啦 啊 因為墨西哥跟加拿大跟美國有 貿易協議嘛 對 那他們有那個什麼 毒藥 毒藥丸理論嘛 所以你只要相關的國家跟 那個非市場的國家簽FDA 那美國必須要徵詢美國的意見 對 所以美國是可以卡你的啊 我講的是卡中國大陸 那這個當然主要是針對國營事業的部分 嗯嗯嗯 那卡台灣 卡台灣的國家可多啦 又不是只有澳洲 馬來西亞還沒講話耶 根據我們的報導都只有中國在卡我們 大家都支持我們 不啦當然 根本性的原因是中國沒錯嘛 對 因為他們在乎他們跟中國的交情嘛 或者是利益嘛 這是事實啊 不然Oberness這種人 怎麼會突然講這話啊 對啊 因為他急著什麼 他急著 要中國買他的龍蝦紅酒嘛 還有煤炭啦 龍蝦都死掉 紅酒都發酵了啦 主要是紅酒啦 煤炭市場有在買啦 不過中國已經跟印尼 現在進入蜜月狀態 對 他可能會去跟印尼買 可是坦白說 澳洲的品質比較好 對 沒錯 那這個 所以我覺得他是解燃煤之急 然後他也知道今年 明年根本不會處理台灣嘛 因為我跟你講啊 英國下來第二優先叫韓國啦 啊 韓國下來還有另外一個國家 也更優先叫泰國啦 哇這麼排這麼久啊 根本就輪不到台灣啦 因為 簡單講他也不可能先讓台灣加入啦 他一定是WTO模式嘛 一定是兩岸處理到一定程度 那中國大陸要處理日本跟美國 就國營事業的部分嘛 那那個也很難處理 因為當初越南是有做出承諾嘛 就拿國營事業在什麼情況下 要公開透明啊 對 然後股權 願意讓民股加入啊 他有很多承諾的啦 不然越南怎麼參加 越南是社會主義國家 對不對 所以中國 有關國營事業的部分 是不是也要經過這個過程啊 所以你去想嘛 美國跟日本哪有那麼容易讓你參加CPTPP 當然 你參加了我還是老大嗎 嗯 嗯 中國以那個體量一進來 哇得了 讓日本變成最小趴的 日本現在是老大耶 當然啊 嗯 可是就是 因為中國美國都沒有參加 所以CPTPP變得不重要嘛 對 因為他就不夠大嘛 完全比不上而善 印度也不願意來嘛 不是嗎 所以 坦白講他現在相對上是一個 比較不重要的 多邊協議啦 對 因為美國中國印度都不在裡面 對不對 我覺得中國在處理不同國家 他心裡的 的那個 他心裡是有一些 不同國家群的一個要求 你知道嗎 他把每個國家放在不同的群裡面 然後要求不一樣 對 要求不一樣 比如說 很有趣 比如說日本 很有意思 日本跟澳大利亞 我認為大概是同一級的 嗯 就是你不可能要求日本跟澳大利亞 講太親中的話 對 怎麼可能 不會 這兩個國家都在美國的口袋裡啊 嗯 然後 他又沒有一定要有求於你 嗯 像韓國是非有求於你不可 因為韓戰 對不對 朝鮮的問題 嗯 所以韓國跟日本澳大利亞是不一樣的 對 那英國跟加拿大當然就是跟日本澳大利亞是同一類 嗯 甚至這兩個國家搞不好還自己一個群 反正就是這個這個大概是同一類啦 就是美國的小跟班啊 你不可能要求那麼多啦 那他在經濟上 經濟上坦白講日本也不是非你不可 對 他對中國的依賴沒那麼大 加拿大出口中國只有4% 對 其實真的不多 很低啊 真的是不多 澳大利亞35%看你要不要活啊 紐西蘭32%你要不要活對不對 那英國英國坦白說跟中國的經濟關係也比較少 嗯 因為他大部分是服務業嘛 對 那如果是半導體高科技的部分 坦白講就是美國抓得緊緊 嗯 所以你說他能夠跟中國 插出什麼火花啊 我認為也不多 對中國來說這兩個國家不見也無所謂 所以他真正care的還是 你看他 第一輪在G20建的都是歐陸的國家 對 對不對 他真正care的是歐陸嘛 對 你說法國 德國也不去過了 嗯 法國 義大利 西班牙都建了 對不對 還有荷蘭啊 對不對 這些國家都建了嘛 那 接下來就是亞洲 對 亞洲我認為啊 他只要是 比如說是東南亞的 他一定會要求你講一些話 嗯 這就是另外一群了 對 這個要求比較高了 他一定會要求你對 對 中國的角色啦 你看李顯龍講得多 多直接 他說樂見中國 強大崛起 強大崛起 講這些嘛 那 因為他不是南海爭議國家嘛 那如果是南海爭議國家 他一定會要求你講說 我們樂見南海行為準則 對 早日出落實 類似這一些啦 就解決南海 早日解決 和平解決南海爭議 類似這一種 就是他一定會想要得到一些東西啦 什麼叫大外交就是這樣嘛 他在提前佈局嘛 然後真的碰到很困難的局面的時候 你事先有講過什麼啊 你不能夠亂來啊 不相信 不承諾我播給你看 播出來給你看 對不對 所以 所以日本我坦白說 岸田講到這裡 我覺得已經 我覺得已經多了 已經差不多了 我覺得差不多了 因為我跟你講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這根本不是日本的政策 這安倍自己講的啦 這個是卸任之後 卸任之後講 也不是在任的時候講的 所以你看那個 岸田的用語 日方歡迎中國透過自身的發展 為世界做出積極的貢獻 日本的發展繁榮離不開中國 反之亦然 然後日中作為禁鄰 互不構成威脅 應該要和平相處 差不多說得緊繃了 那當然就是 就是台灣問題沒有表態 其實我覺得這個 真的已經緊繃了 可是這個是講日中 對 他對台灣問題沒有表態 那 所以他基本上要補考 日本也要是不是 我認為這樣沒有過關 我認為這樣沒有過關 我好想看安廷文雄 也被台灣美女追著過 因為離方正要去大陸 不是跟布林肯一樣 美國哪有過關 對 所以我覺得 日本過關的程度跟美國是差不多 差不多對不對 所以大概就是你要來是不是 好啦那你就來吧 那跟美國不是什麼海空溝通機制要恢復啦 那可能日本也是如此 對 他們真的一模一樣 做這個是一模一樣 不會有很大的進展 我跟你講你要比較就是 大進展的就是他跟越南嘛 還有跟印尼嘛 你去看他跟左科威那個聯合生命 對 還有跟越南的聯合生命 那個包括多少要合作的項目 我們昨天講 我覺得好清楚 好多 什麼一帶一路啦 什麼兩國雙元啦 講一大堆 就是人家他已經講話 已經講到一定程度 全部都點出來 對啦 所以我認為基本上 我覺得 我覺得從 APEC這個會 還有因為東協 東協會是在更前面 對 更前面 我覺得北京這一次 是在東南亞得到大勝 大勝 那其他亞洲國家還要再磨一下 因為菲律賓明年1月也要去嘛 那他現在要去泰國嘛 那李顯龍也順便見了嘛 對不對 所以 東南亞主要國家都表態了 對 都表態了 就是基本上對 三個敏感議題都表態了 嗯 一個是南海行為選擇 一個是台灣問題 嗯 那一個是CPTPP 對 都表態了 那其他國家就還要慢慢戳啦 海華XO干貝醬 這一罐很厲害 很威好嗎 他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 他家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快點購的電商的網站 好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 希望大家愛用囉 好 好 好